诶 双击背面记个自动的记账 无需安装第三方的APP 高效 便捷 自动识别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 扫错了 没关系 自动跳转就可以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鹏 好久没更新快捷指令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七个非常好用的快捷指令 在开始前呢 需要说明一下所有的指令均来自网络 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编辑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了解 可以关注一下指令里面的注释 或者是文件说明 有原作者的信息 当然有的可能已经无法确定 到底谁是原作者了 好 那么第一个就是智能扫码了 日常生活中我就经常会碰到 扫错的情况 非常的耽误时间 有了这个智能扫码呢 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你 当前扫的是支付宝还是微信 并完成扫码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是在锁平快速启动 比如把这个手电筒换成它 而我自己呢 则是把它设置在了屏幕的上面 然后通过锁平启动这个神器APP来实现 当然首先你要在锁平启动这个APP中设置好锁平小组件 在快捷指令这里输入你的指令名称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的去识别它 这样一来无需解锁 拿出手机扫码即可 当然如果是16系列的iPhone 我们也可以设置在左侧的动作按钮里面 或者是通过相机控制 不过它也是需要前面我提到的锁平启动这个APP 在它的APP里面设置好相机控制要用的快捷指令即可 这样一来扫码是不是就优雅多了 好 接下来就是自动机帐快捷指令 机帐的APP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 但几乎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你手动的去打开APP 再输入对应的信息 刚开始一两天你还有热情 但过不了几天你就懒得去做或者是忘记去做 使用这个APP指令的好处就是 一不需要再安装第三方的APP 二使用极其的便捷 只需要在当前的支付页面通过双击手机底部即可 自动机帐快捷指令通过手机辅助设置在双击背面选择这个指令 当然如果你是16系列的手机 也可以和前面那个智能扫一扫那样设置 通过手机侧边动作按钮来激活 这里还有一点我们的数据需要Numbers来存放 我这里有个模板 大家下载以后放到手机文件这个APP中 首次使用快捷指令的时候需要打开指令的详情页 再拉到最下面这里的添加到后面点击后选择你的文件即可 另外这些列表里面的内容 大家其实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定义的 比如这里我新增一个广发银行 但消费类型你需要同时更改指令和Numbers的对应项目 月份的话复制当前表格改一下名字就行了 当然如果是年度表格你就只能把文件整个复制一个出来 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我们在浏览一些网站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弯道的办法 点击分享选择bypass 它这个指令其实就是把当前的网页地址转到另外一个解锁的网站打开 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还可以 第四个网络工具 该工具之前我也有介绍过 这次我稍微改了一些设置 更加适合中国大陆用户使用 可以通过它查看WiFi信息 当前的手机内网和公网的地址 没事的时候测个数 或者制作一个WiFi密码的二维码 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贴到家里的墙上 家里有客人来了以后要连WiFi 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扫码 好 第五个抖音无随印 点击分享选择更多 找到抖音无随印 这个我也是用了好久好久了 效果非常棒 速度很快 一直是我手机里面的保留项目 包括第六个快捷指令 Loader 用来下载Twitter视频 非常的给力 不同于其他指令 时效不久 这个Loader我自己用了至少有两年以上了 有时候碰到连接不了的话 多尝试一下就可以 绝对是值得收藏起来的 好 最后一个油价查询 这个早前也有提到过 后来更新的版本以后更加稳定了 点击注释里面就可以看到说明 需要查哪个标号呢 就把它拉到首位即可 使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首次使用的时候会提示你查询的一个省份 使用时手指点击一下即可查询 当然好用的指令远不止这些啊 这几个只是我目前个人来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了 不知道你们都在使用哪些好玩又好用的一些快捷指令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分享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